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旺世界 生活在海边的部分人是靠打鱼为生 他们每天出海回家之后都收获满满 偶尔也会捕捉一些意外之喜 引发周围人的关注和赞叹 比如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老渔民 他出海归来之后就捕捉到了一条罕见大鱼 这一消息传出来之后 当时就吸引了全村人来看热闹 虽然渔民靠海为生,经常出海打鱼 也算是见多识广了 可是看到这条巨型鱼 很多人还是觉得特别吃惊 除了看到它外表很奇怪 有点像鲨鱼 个头特别大 宽大的嘴,长长的头 需要几个人帮忙才能运回家之后 其余的一无所知 而捕获这条巨型鱼的渔民也没多想 反正这条鱼是忙碌了一天的收获 先不管它属于什么物种 运回家之后再仔细研究吧 消息传到当地政府之后 他们派来了专业的渔业人员 就是为了弄清楚这到底是什么鱼 在专业人士的分析和讲解下 大家才明白 原来这是一种叫做巨口鲨的罕见深海鲨鱼 一般情况下 它们大都生活在几百到几千米的深海中 平时很少有人见到 目前已经发现的巨口鲨只有17条 也算是名副其实的稀有物种了 所以才没什么人认识 只把它当作怪物对待 没想到这次渔民外出居然阴差阳错捞到了它 看来当真是命运的恩赐 不过既然是稀有物种 肯定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希望当地政府可以好好利用这次机会 也算是物尽其用了 好了 今天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喜欢我们 记得点赞和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